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也其實有跟他們說過就是 當時我發現我們那趴錄完之後 然後就說怎麼辦 我又沒有認出來 因為首先就是當時給我看的照片 就跟大家電視上看的照片不一樣 我就說怎麼辦 我又沒有認出來 那怎麼辦 能不能就盡量就 不要給我跑出去 因為我覺得這樣大家會覺得很煩 就是如果第一次看見我沒有認出 像我們語氣老師 然後他們會覺得挺好玩的 然後第二次沒有認出年輕時候的明星 他們就也理解吧 第三次又沒有認出萬千老師 他們會覺得很刻意 但是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真的沒有 就是好像這樣越解釋 好像越解釋不回去 就我的意思是說我真的認識他們 但是當時那個情況可能又起得太早 又很懵 理由越多解釋的越多 就是我真的認識你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認識你們 對 你在台下一直在 有很多歌人都跟唱了 然後有沒有哪首你是跟唱的最熟練 那應該是漫步人生路 對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找一個機會唱過 所以特別喜歡 你剛才被幾位藝人打過摳了 每一位 每一位 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林子祥老師 就哇塞 那個狀態的那個舞台魅力 就在下面就是不停的 因為大家都鏡頭都在 就是都在舞台上嘛 然後我在那邊 你 跑 就我整個 哇塞 就是我在下面觀看整個晚會的感覺 好 謝謝 準備了一些問題 那我們直接進入提問環節 嗯 來請老師提第一個問題 嗯 那個師生我想問一下 就是去年你嘗試了唱跳 啊 對不起 你把手機把你放了唱跳 我對不起 是 是這樣我想問你去年有嘗試了唱跳嗎 那在 2022 生活都不容易了 哈哈 那在2021年有什麼想要學習 或嘗試的心技能嗎 我 這這就是 簡直是讓我在這立 flag 我覺得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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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那個很多風格 我也都試過了嗎 然後你看唱跳舞都試過了 還要再挑戰 會不會有點嚇人 試試吧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發這麼多好聽的歌 給大家 希望能夠趕緊把專題做出來給大家 對 那你有想要學習的新樂器以來的嗎 新樂器 哦 樂器的話到時候可以精進一下 比如像其他的鍵盤 我覺得到時候在一些演出場合 他都可以慢慢的把它現場 弄一個搞一個 做起來 哈哈哈哈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你 想問一下這次還有什麼想挑戰的新曲風 曲風 嗯 嗯 嗯 書琴在唱歌 然後比較恐怖一點在唱歌 然後慢歌快歌 然後比較嘶吼也唱過了 然後比較高雅 哇 我還有一點的曲風沒有唱過嗎 耳歌 耳歌 哈哈哈哈 那 好啦 呵 我還是很喜歡你唱歌 都唱歌 欸 你唱歌 你唱歌 我唱歌 那我唱歌 那我們還有機會嗎 還有機會 還走 所以聲聲就是 現在有音樂作品在籌備嗎 對你們一直都在準備自己的專輯 所以說一下是什麼功夫 哼,我不。 那,就冒昧问一下,是今晚的文案有准备好吗? 我已经说那个感谢的台词,有耶,但是上去啊,我准备了大概就准备了这么长一段话,上去就说了那么一段,因为我们上去大家都要完整的说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所以就一直在想,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腾讯音乐就觉得他腾讯音乐就觉得他就把后面那段话往这儿,很想在那边补一下。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个自己,和光统臣的样子,而且还是因为我今天上场之前,我有一段面白,然后一直都很紧张,然后一直在复习,然后觉得应该不会错,然后上台就超紧张,本来说是青春,绽放出经典,然后就吃了我说就青春,绽放出经典,气质。 我今天的穿搭,首先就是黑色,虽然很多人都说我穿白色比较好看,但我觉得黑色会更显得低调一点点,而且衣服上会有那个荆棘的元素。 今天咱们盛典的主题是致敬那些敢于挑战,然后不平凡的人,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走到自己喜欢的位置,或者是要走到那个目标的时候,一定会是有走过一条不满很多荆棘的路,或者自己经历的那些苦难啊,只有自己才知道。 所以就是致敬那些所有敢于挑战的人,对。 我可以接受我饿一天不吃东西。 对,喜欢豆芝和喜欢图层动的人说说对不起,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对不起,对对对对,对不起。 最近的新歌就是有很多录了,然后在等待他们发,等待他们能够发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在等待录制。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幸运的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机会去挑战了很多的风格,但是还会有一些新的风格吧,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发出来的二战里面,有一首是比较,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大气一点的,一首歌,和大家想象中的大气还不太一样,总之期待一下吧。 每个问题都这么的扎心,那个暂时还没有复活,暂时还没有复活,暂时还在努力当中,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唱歌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共鸣,共鸣腔,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要符合他的那个歌的风格一点点吧,还有更多就是如果是唱影视剧歌曲的话,你要更多就符合他的故事,如果他是比较硬朗的,然后包括他断气方式啊,怎么样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根据歌的风格来吧。 吊了之后就发现就多么的不容易,因为以前就光是看画面觉得那家吊威亚,所有的那种仙气的感觉,或者那种突然就飘起来,那么的自然,然后自己去拍,原来发现是那么难做到的,对,然后因为也有花絮嘛,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吊威亚的样子,觉得自己吊了个寂寞。 但是整体那个画面呈现还是特别好的,最难控制就是吊威亚的时候那个平衡,就你想在上面做到你想想象当中要做的那个动作,想完成那个动作是很难的事情,然后所有的那个重心力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我第一次吊威亚吊上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身体特别的僵硬,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感觉你要动一下就要翻了,所以我觉得在上面要做自己规定的动作是特别难的事情。 退堂鼓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但是就是自己还是会有一些基础会的乐器的,对,像吉他和键盘,只是说在一些我觉得特定的场合的时候会专门再努力练一练,让它更好的事再拿出来。 发色 发色 暂时我就先不折腾我的发小们了,我把它们叫发小们,因为本来头发就不是那么的特别的茂密,现在处在一个够用的状态,就先让他们好好的休息,就发色就先,因为而且我自己其实很喜欢黑色,包括别人我也是就很喜欢黑色头发。 发型 因为怎么说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两三个发型,挑战的话,大背头绝对是一个特别挑战的事情,但是不给自己立这个flag了。 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是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和唱歌,但是怎么说呢,偶尔也会跟朋友们出去玩一下吧,可能玩一下像走一下密室啊,或者走一下剧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对剧本沙最大的体验就是,哇,给了一大堆资料,感觉特别像加班一样,因为剧本沙时间一般都特别长,但是如果沉浸进去的话还是很好玩的。 天冷了是一定要穿秋裤的,但是因为最近还没有到我觉得非常冷的那个程度,所以还暂时还没有穿,但是如果感觉冷了是一定一定要穿的。 过年的话应该会回去陪爸爸妈妈吧,对,放假的话就是过年大家都在休息啊,就一定会在家休息。 我现在其实发歌不太会紧张,就发影视剧的歌的话不太会紧张,因为我觉得 跟你们主要的歌不太会紧张,因为这次是不太会紧张,就发歌不太会紧张,但不太会是我的歌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